英雄 好像這奇怪的 那我們你看 全門有在放在這裡 我又跟幾 Ko 不知在開到的 什麼像用這個石頭有從 看你 對 電音三太珠 線是新穎藝 傳統漆漆步 這是比比武器 現在要做什麼 除了換奶嘴 換奶嘴 換奶嘴 對啊 新營太子宮 彷彿玩具反抖成 各種奶嘴玩具等您來交換 為什麼現在廟墊這裡 天三丁丘這樣 是要做什麼 三丁丘就是要來接扁 你說扁在哪裡 是靠近那個紅色嗎 對 對 看起來那個尺寸是大 怎麼變得這麼大 看起來那個尺寸就是高潮到來 讓他人現在一個大 變變變變變變 看紀錄全台最大便 新營太子宮 接點提示全紀錄 三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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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露車 大頭 他面子又大肉 腳大 全手的風火輪 唱歌 我其實是火將唱 大家 最愛的聲音風光 他們也拍遊戲 摧一摧一 美國集棒開球 也摧一摧一 市運開幕表演 也摧一摧一 全能的太豬牙 大家一起 FIRE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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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大萬歲 一歲在土生天 傳統結合創新 發揚到全世界 宗教界的台灣之光 做回來去實施 林阿仙 李洛恰 可是要說到台灣的信用文化 太主要絕對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甚至這裡說的是代表台灣 跟世界接軌重要橋樑之一 無關是2009年的高雄世界運動會 這是2013年的洛杉磯到齊球場開球 但都可以看到太主要用可愛的模樣 來競合所有人的目光焦點 太主要的信用文化發展到現在的火紅的程度 到來又有趣的電音三太主的頂頭 絕對是說不可沒 可是要說到這個讓小朋友 為之瘋狂的藝陣表演 家裡迫住太子會 絕對是其中的佼佼者喔 各位先人進入在地 現在是家裡迫住電音三太子的進步 來 這裡有啦 大大電音三太子來啦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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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在跳舞 翔哥 加油 你沒聽去 老朋友 翔哥 好久不見 你的身材組 在這裡表演 你自己也記得嗎 對 我在做紀錄 是嗎 對啊 真的 身材組一跳起舞來 果然不一樣 旁邊一大堆的人都圍過來 都拿相機在拍啦 而且喔 讓我這隻小朋友 也很愛看三太子來跳舞 還在跳啊 對啊 所以我們也是會常常到台灣的各地 來去做表演就對了 對 因為陳哥 我知道說 電視三太子的起頭是 運輸台戲的嗎 對 運輸台客有來看過很多台戲的 是嗎 有多久以前啊 他在七 八年前啦 就是我是送養 我去驚訝風泡舞吧 好 我就是有一天 翻得翻那年輕啦 流行跳台客舞 我就說 阿娥妳跟公車來跳畫面 那結果很好看 到那邊有機會嘛 我就說我沒走 我們要把這次煮炮帶進場 就從門跳台舞 還叫進去 就從外國人人人人人都知道 融合到現在的定義生態子 那你也有出去國外表演給我個人看嗎 有啊 常常我們出國去表演 也是 就去日本 去中國最近我們一國的氣比較大而已 這樣不錯耶 在台灣創新的文化發揚出去 它就是我們送邀氣 這個是文化啦 民俗文化的交流 是 真讚耶 阿昇 現在這裡跳得很賣力對不對 我看旁邊那個妹妹跳得更賣力 我們過去看 先不要打他 先偷偷看 我們先以她為背景有沒有 她才不會害羞 有沒有 她有沒有在跳 有沒有在跳 有嗎 我們過去看她說Full your hands up好不好 小小三太子耶 來 Full your hands up 跳 你們一起跳 怎麼跳耶 你們一起跳 不要害羞啦 有沒有 我沒有 有沒有 妳看我們 這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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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破住泰滋會 他們吹下去 當然的腳步跳下去 不論是小朋友 那些是爸爸媽媽 現場所有人 都可以感受到電音三泰滋 帶給大家那種歡樂的氣氛 這個受到光臺民眾歡迎的頂頭 魚中的主角 太子爺 相信一定會出現在你 跟孩子的床邊故事當中 不過 你感到最少了解過這位生命 三太子他最早是 來自於佛教經典裡面的一個 護法神的形象 那在經典裡面我看得到 他是多聞天王的一個兒子 而他後來的轉變呢 其實主要是在 南宋之後 經咒裡面的一個一段 那接著呢 後來有蠻多的小說 都有提到 就是羅詐這樣子的一個神靈 那尤其是在明之後呢 我們有看到 比如說像風神演藝 西遊記都有提到 羅詐太子的這樣子的一個形象 那甚至也把它演化 尤其是像 我們現在對羅詐的想像 通通都來自於風神演藝 風神演藝裡面 其實有提到一段 羅詐他之所以 會形成一個戰神的形象 跟他有一次呢 在海邊的溪水的時候呢 他跟東海龍王的兒子敖炳 就有一番大戰 那羅詐他把這個敖炳擊敗 那甚至抽他的龍金 那所以羅詐就被追棄 那到家裡面之後呢 羅詐為了不要讓他的父母受累 所以呢 羅詐他割骨還婦 割肉還母 他的師父太乙真人呢 就用蓮花幫他重新打造肉神 變成一個新的這樣子的一個戰神的形象 羅詐呢 因為他在小說裡面呢 有非常鮮明的形象 而且他善於抓妖 那所以呢 這個羅詐呢 他從過去的護法神形象呢 就一直維持到現在 甚至他也成了兒童的守護神 像這個是他護法神 跟他小說形象的結合 那所以呢 他跟人們很親近 比如說 像那個二十一世紀 開始我們就發現 有非常多的這種陣頭呢 他可能從原本比較威武的 比較嚴肅的 爬身上 我漸漸的走向 比如說像電音三太子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所有的神童呢 只有三太子會跳電音 因為太子當然是比較年輕 那他也比較跟我們比較親近 所以當然只有三太子會跳電音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文化呢 使得這種創造呢 就非常的有效果 電音三太子這種現代與傳統 融合之後的藝鎮表演 在近代台灣的民俗文化中 刮起了一陣旋風 而富子太子會 更可以說是走在這陣旋風前頭的團體 但是這個紅遍國內外的藝鎮團體 平時的練習方式 更是跌破所有人的眼鏡啊 阿星 我覺得很奇怪 你看三太子全部都放在那裡 我也覺得很奇怪 不知道在那頭上 握什麼跟在那齊頭的那樣 對耶 阿彭兄 阿你不是說要念什麼 我們現在在那頭上 握一顆一顆 是要跳鴿子嗎 對啊 我們畫在圈圈你注意看 把樣子都要七星步 但是阿賀哥 這七格鬥離很遠耶 我們一個點跟一個點 就是要有七步 所以才叫七星步 從一開始我們的傳統 就是要有七星步 最傳統的腳步 先齊頭已經是算基本 基礎功 雖然我們現在都跳這個電影來說 但是我們主本我們可以從傳統起來 所以我們也是一定要有 保留我們傳統的步伐 來說阿彭兄會跳電影 我們就只能不能跳電影而已 就變成是面目全非的感覺 對啊 對啊 阿彭兄你也可以示範一下 幾個點要打七星步到後一個點 好啊 這裡是幾個嘛對吧 我舉例說我對這裡到那裡來說 這裡是一個圈圈這樣子 對對對 像我們這樣 開始 阿彭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就大概一個步伐道 七步道 對 身體要搖 手要動 還有那種微風凜凜的感覺 我相信你也一定會這樣 對不對 不然我試試看 對不對 這麼好的文化我一定要來 好好地感受一下 我們趕快 手 漂亮喔 在這裡 在這裡 大大來喔 這樣也對不對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阿彭兄 其實我看阿彭兄 你有沒有抓到一個媒體 對啊 就是走掉好像威風 他有那個感覺 他有威風的感覺 還覺得像有那個滑滑的感覺 是 他這樣跳起來 就很心態主義的感覺 雖然說打這個七星步 還有這個 那個很威風的感覺 可是一般現在 都是電音三太子 這都用不到了吧 阿彭兄 因為這七星步 我們三太祖最完祖的 阿彭兄 這七星步這樣打 阿彭兄 我們開大小門這樣 對 對 小門 他說拜廟的時候 對 先拜祖廟 阿彭兄 對 對 我們在七星步先秘密 像我們的七星步 其實有一個屁事的意思 我們就這樣 補兼的 都要七星步 我們先去七星步 還要開大小門 來拜禮 喔 這就跟新種 還有家種的兵具 這樣就一樣 對 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今天三太子 我們是這樣 大家大小 大小都知道這樣 比金來說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的 這就是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金 所以傳統的東西 以前是不能放下去的 對 除非說外行人看熱鬧 只知道怎麼樣電影 對 不然以後的小孩有沒有 你問到小孩說 阿彭兄怎麼跳 說歐個蹲蹲蹲蹲蹲 這樣就沒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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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他只淨水只剩 對 傳統 我們怎麼傳統 又創新加味 不能說創新 傳統放不掉 就好像阿賀哥剛才所說的人 不忘本 這是他希望所有人 來這裡學到的第一項客運 不過相信電視機頭前的你 跟小朋友一定都跟我一樣 是不是都很期待 好主太主婚 名聲鄉片全台的 電音三太主婚表演 這個音樂 這個腳步 就算是一個不常常參與廟會外廣的台灣人 也絕對不去感到情分 和外國朋友聽一個音樂 也都會跟三太主婚搖勒搖勒搖勒 甚至他還會貼上做紀念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就是一個選手於台灣的文化 好主太主婚 最讓人津津樂道的 就是在台灣建國百年的時候 號召了一百尊三太主的 Bond 走上街頭 揮舞著國旗 打跳眾心愛台灣 因為對他們來說 三太主的 Bond 已經不能只信用 香港是對自己的國家文化 是一種認同 所以 所以就算在桶子裡面 跳得大顆冬、小顆冬 他們也是甘之如意啊 都會有啦 辛苦 辛苦了 所以跳這個不簡單對不對 其實這個真的很辛苦 肉串、腳也很重 對,還熱、還重 這個輕鬆、大人頭很辛苦 會不會很辛苦 蛤? 怎麼跳 你是不是覺得他有點硬打的方面 沒有,我看到他耳朵 我這邊看得很清楚 他耳朵有帶那個助聽器 對 其實我們說這個最初就是 以前本來的耳朵就聽不懂 聽不懂就跳這個電影三胎子 你想這樣聽音樂 他是真的剛剛是在影片 跳得很自然的 對啊,你聽讚 你不要說那個聽音樂 如果說一不小心 要看旁邊還看不到 因為你直接滴他海 對啊 全部都要靠自己 但我現在問他 他還是聽得到 但只是沒有那麼清楚 沒有那麼清楚 對啊 所以你要怎麼樣就是 就是 要聽得到音樂 然後又可以對得到腳步 我想請你遠路來看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泰豬宮牙醫 泰豬宮這有在 我還賣粥的咧 泰豬宮牙醫 這可以說是你的副業嗎 可以說一下 有什麼短片 還有我們送到我們 來到這裡的時候 就從頭來送回來 我怕你痛嗎 太多了耶 但是送房間這樣 我一圈 他就會痛嗎 所以你要怎麼樣就是 要聽得到音樂 然後又可以對得到腳步 欸 他說 他說你怎樣聽到音樂 為什麼可以一樣跳得那麼好 為什麼可以一樣跳得那麼好 沒辦法 其實你會看我們這樣說 你會看我們這樣說 就好像不敢講的感覺 他比例來說也會害羞還是怎麼樣 因為他就覺得 他好像有比較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你又覺得他抵下去了 欸 那個變成人 剛才我們都不知道的時候 他在旁邊看表演 他跳起來的那種活潑度 那個自信度 跟現在都不一樣耶 對啊 脫下來就變得很害羞 很憋戀 其實我感覺喔 這太子爺啦 我這樣感覺有個人感覺啦 其實他今天是一個很好的 有什麼 他好像就是給我們大家一個舞台 跟一個很自信心啊 你看他們抵下去 他們落後 你看他們在講話 他們在台中這樣跳 我這樣跳 我這樣抵下去 所以我們可以勉勵說 他抵下去 你的生態之外 好像真假的一個很大的那個 自信心啊 讓你覺得 咦 怎麼又有那個感覺了 其實還是 我感覺是 抵下去的時候 中間是自己 就是代表說是太子爺 剛才表演的那個氣勢 其實就是太子爺給我們的 對 可以讓他這樣說嗎 對 但是看過新聞在說 有的爸爸媽媽 說如果是去遇到天生 有特別殘養的孩子 那都是貴氣讓孩子住在家裡 放棄很多 到外面的團體接觸的機會 也不過還好 我們勇志有接觸到 電音三太主這個頂頭 不但有努力的練習 為自己換來的中心 甚至讓台灣的文化 在國際中間發光發熱 電視機頭前的你 是不是在想說 就是比賽而已 比完也沒辦法 對 可是如果是這樣想 你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我們三太主的魅力 那是和馬來西亞的朋友 也為之瘋狂的 第一次看到電音三太子 是在2006年 由台灣爐洲護犬公 帶領別海動物公李氏 接觸電音三太子文化 當時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表演 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將原本嚴肅的廟繪活動 變成更活潑有趣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接觸這樣的廟繪表演 長得很可愛電音三太子 很像卡通人物 由平時大家印象中 嚴肅的神明有所不空 太子爺的形象本來就比較活潑 因為他是小孩子的身份 在加入創新和流行元素後 讓神明廟與文化 能夠拉近三星之間的距離 隨著別海動物公 前往台灣與神廟交流後 經過理事會 深思熟慮後 開始重備 兩年後 八海道部公電音三太子團 在日空一二年去過 正式成立 並從 台灣 testify祖路石泉 天到君臨 馬謝茫 和《通子證》 《美逢清集社》 是本團團演練習舞蹈的時間 在舞蹈教練的指導下 學習了 許多歌曲的舞步 空時不去 空時也拉近了 許多要參與 廟物等年輕人的加入 我们也非常喜欢这个来自台湾的客属电影上台词文化 孔思也要感激当年积极鼓励本宫引入电影上台词的台湾神庙组织 让本宫有幸从台湾民宿义政引入大马 成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加入神庙组织 更进一步 人世宗教文化即将电影上台词的欢乐文化传给更多人 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间希望获得尊重 文化的独特性绝对是其成功的元素之一 看到家乡的文化在马来西亚也如此受人重视 心中的那份感动和荣耀 绝对是身为台湾人的你我都能够心有戚戚焉 不过我们三太子的文化能够养民国内外 冯凯导演在2012年拍摄的电影《镇头》 更是让三太子文化的旋风彻底席卷全台湾 不知道冯凯导演当初为什么会选定用太子爷来作为电影的题材呢 三太子在台湾一般人的印象当中 亲民 和蔼 可亲 然后 古水啊 水还是古水啦 可是就是一个形象它其实是非常贴近人心的 这样它没有那种它比较不像一般神明跟人民是有趣力的 它是很接近老板性的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会想说这样拍就觉得说 这个想法还不错 太子爷因为他的亲密因为他的可爱 所以他不需要用太多的语言 用太多坚深的道理去介绍他 可是他只要站在那边然后跳跳舞 然后把一些动作其实就能够让人家体会到这个很台湾特殊的一个符号的精神 当初拍镇头的时候特别做的这一尊全身LED的这个太子爷 其实放在这边在我的心里面上就好像 在我心里面上就太子爷正在我的公司里面 然后他这是一种很奇妙 就是一种很奇妙的feel 就是其实我走在到哪里到哪里公庙 对太子爷放在我们的心里 然后就会让我起一个安定的作用 用太子爷作为重要元素之一的电影镇头 确实扭转了许多原本看清台湾传统民俗的人 对于自己国家文化的观感 而冯海导演还提到 其实在拍摄过程中如果有遇到困难 新颖太子公也是他时常去寻求 心灵慰藉的地方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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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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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好 你现在要做什么 所以要换奶嘴 换奶嘴 对啊 为什么这么特别来换奶嘴 因为我讪不着 奶嘴是安補小朋友 想说说 来这里今日は温 г奶嘴回去 小朋友吃药这條奶嘴 还有安補的作用 跟小朋友快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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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七鬼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們很多來吃 你好 很多 爸爸所以你是全天帶小朋友來玩來做 對啊 你自己小孩有多過來做嗎 有啊 有啊 對啊 這樣大哥 你從小孩的時候 想到太主要公的那個寶貝 到現在角色兌換了 你現在也希望說 太主要公寶貝你的姻子對不對 對啊 是啊 這個過程中 你有一個朋友跟太主要公說什麼 感謝太主要公的寶貝 有的小孩可以平安 健康 順順的 所以是這裡的人都會來玩嗎 對 這裡的人都會玩玩玩具 都會玩玩具 欸 這根本是太多天啊 真的啊 太多了 這根本是小孩的天啊 我也在客戶看一看 可以啊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台 現在目前比較夯的啦 對啊 飛機 我小時候看到這個 我會興奮的睡不著耶 是喔 還可以抱著睡覺 對啊 一定要抱著睡的啊 要瘋了 這汽車是小男生最愛的 哦 對 汽車是我們這邊那個 就是交換率最高的玩具 哦 熱銷館 熱銷館 真的 真的 難怪喔 我們那個人啊 為什麼那麼喜歡太主要 應該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市場的玩伴啦 對啊 哇塞 這個就是說很多人喔 他就會拿玩具過來 跟太子爺交換個玩具 欸 那像是這裡有這麼多玩具在這邊 到時候是怎麼樣 給小朋友這樣子來分配啊 我們每年喔 在他農曆九月初九之前天晚上 就是九月初八晚上喔 我們大家就是在這邊跟太子爺注收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一年所收到的玩具 沒有換出去的 我們就會當場分手給小朋友 哇 這樣說起來的話 這太子真的是我們那個小朋友之神耶 對啊 對啊 他的小朋友是最好的朋友 那是說我們三太子啊 太子爺 是只有在照顧小朋友 你要說喔 大太子也在地理 二太子也在地理 三太子就在地理 他的範圍就很廣了 是 只要我們碰到困難 他就急功耗一體 然後做生風就出去了 喔 對… 生風我也是他 阿嬰兒生也是他 欸 其實你說那個 二太子不是我現在所看到的那時候嗎 對啊 好 我們的二太子就是這尊 這尊很教授的 就是大概百多人情 分爭小禮的 搶去台北 然後移居到美國 所以沒辦法帶過那裡給誰 所以說這尊二太子 都送回來我們廟裡 然後我們檢查的時候就說 剛才有副法表我們 剛才剛才說的 二太子不要廟裡 所以說二太子的金身後面 真的有讓人搖起來那個茶 好 做有意嗎 他早的時尊 一選就不發達的時候 這尊上百年了 這尊一年 大概有一百多年 一年新年的歷史 最少啦 最少 那曾姐 你怎麼 你說起來的話 廟 季舊也百多年了 你說太子的歷史 差不多要四百年的歷史 四百年的歷史 我想請你沿路來看 你有看到什麼 有很多的 太子宮牙醫 太子宮才有在 阿哥我還賣粥的咧 太子竟然沒聽 阿這不是你們的副業 有什麼心碼的廟墊 這前三頂叫這樣 是要做什麼 八頂叫就是要來接廟 他說店裡的道具 是頭前天的紅包啊 對… 你說白鍋紅包 欸 看起來的尺寸這麼大 怎麼變得這麼大 沒有 算是很高 就很高 就像堪稱全台的一個大 不得便宜 我相信你沿路來看 你有看到什麼 很多的 好像太子宮牙醫 太子宮這有在 阿哥我還賣粥的咧 太子宮牙醫 阿這不是你們的副業喔 我也很希望 也很希望的意圖 其實這都是地名 對…這都是地名 在那個明末清初的時候 我們的現場 對大陸全球府那裡 就用太子宮請來我們台灣 所以說這個鄉頭 也叫這個太子宮 所以我們是都住在太子宮 是 這是我們全國有一個一個地方 在這裡醫廟名 來做的地名 為在台南新亞太子宮地区的 新亞太子宮 在這裡是台灣太子宮信用的 重要的廟友之外 也是當地基民的信用中心 所以在廟裡 問他一人 都會看到爸爸媽媽 帶孩子來求平安保佑市 但是現在剛才在點鄉拜拜 太子宮的學生 是不僅僅來求身體健康 學習順利的 因為不僅僅太子宮出名的 電音三太子社團 甚至是整間學校 跟新亞太子宮有密不可分的 解密關係喔 請 走吧 開始了 開始了 哇 大家辛苦了 大姐帶得很棒耶 什麼大姐 人一起領隊耶 有那個威嚴 這樣叫啦 也不能這樣叫人家 你可以直接叫人家隊長嘛 隊長啦 你跳幾年了 六年 六年喔 所以你跟山太子 同樣的感情 很好啊 六年 很好喔 超好 真的假的 是從小就跟太祖堯有這樣演嗎 就去國中參加電音社才跟 就是山太子才有交流 這樣講起來你畢業囉 我畢業啦 畢業了為什麼又回來帶他們 因為想要傳承 還是說想要繼續參與這個社團 都有耶 都有 對啊 會捨不得對不對 嗯 看你們這樣 尤其是從你身上 看到你跟山太子的感情 好像真的很喜歡山太子 是不是山太子有怎麼樣來幫助你們 還是怎樣來照顧你們 就是 太子宮那邊跟學校就是 什麼 就可能是因為 學校這邊都是太子宮那邊贊助的 所有東西都是太子宮那邊贊助的 所有的東西 嗯 你說像是你們穿一樣的服裝嗎 愛子宮 服裝也是啊 還有什麼 董仔 董仔也是啊 那我再問學雜費 也是啊 學費 也是啊 哇 剛才他愛心便當也有 哇 所以 所以你在這個道具 這都是所有都是來自於太子宮那邊贊助就對了 對啊 所以這等於是提供免費的資源 讓你們有一個發揮的空間 發揮的一個平台跟舞台這樣子 是啊 連太豬牙都這麼照顧當地的小朋友了 然後你這樣回來 也算是幫大家服務 教大家跳一下對不對 對啊 哎 那你現在還有持續在出陣喔 有啊 也是有 恭喜我 欸 但是我看啊 他都要 你這樣子 帶他們這樣子練完一個軟身操 他們現在繼續站這樣是對的嗎 哎 對啊 因為 因為他音樂還沒笑 他們就不要練習 沒有 我顧名思義 電音社就是讓我電音才開始練 對啊 因為顧名思義就是 我們先打斷他們的程序 對 因為我們在旁邊那個東東嘛 他們帶頭的拿走 對 所以那你們平常都怎麼練習 可以練習給我們看嗎 我們一起來 先來參與你們的練習 可以 好不好 可以好 來看怎麼練習 多抽兩個軒弟啦 連地方教育也盡一己之力 盡量包辦 說先贏太子宮是照顧鄉里的地方之光 果真不為過 而太子國中 也以回饋的感念之心 成立電音社 除了用行動回報太子爺的恩情之外 同才之間 也比外面多了更多交流情感的管道 難怪連校長也都親自來關心 同學們的練習狀況喔 好 校長 你親自來關心喔 對 關心一下 同學今天都很厲害嘛 很可愛耶 他們真的厲害啊 真的厲害啊 我們從小到 像那個小朋友 像國小小一小二 大到有時候大一大二 都還年齡的距離拉得很長 我們印象當中啊 我們那個學校裡面的社團啊 就是局限在有時候裡面的學生而已 但是為什麼說 不是譬如說 甚至國小的 或甚至畢業的 為什麼都可以來參加呢 這個是一個傳承喔 這個我們太子宮 太子爺這邊有 電力已經十幾年了 嗯 這個傳承就是 他們回來他們會指導學長 學妹 學弟 那我們也從國小一直在植入那個種子 讓國小開始提前來學習 所以你們看到他們動作那麼 跳得那麼專業 就是因為 他們至少不是國中一一年節二年節 他們是從國小就開始學習 喔 所以都有將近五六年七八年的那個學習的情況 像我們有一個小朋友 他跳得非常好的 我們每次出去 因為他很小 所以注意大家都 其實都在看他 我變目光的焦點了 很受瞩目的 而且真的很符合 我們神太祖的那個印象 對 對不對 那個形象 就是可愛 然後小朋友 林阿山這樣 我做十五年的學長 也走過國六間學校 也過國六間所在 第一次聽到廟人裡面對孩子的節奏照顧 所以我們每一年 我們每一年 我們現在總共有一百一十五個孩子 那每一年廟裡面都補助到一百六十萬左右 哇 太子宮的補助除了說金錢方面 在精神方面也提供我們很多的支持 像我們每年的9月9號 我們會過去廟裡面跟太子爺祝壽 跳舞電影給他看 那我們畢業的時候 每一個孩子都會到廟裡面去 去拜拜 去跟太子爺吃 見北這樣 我這樣總統聽起來了 其實裡面有很多 感恩的一個心情在裡面 我們這個就是一個大天 就是一個感恩教義 而且其實這樣說起來 太祖爺也是贏的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來回饋 感覺很像 就我們自己家裡的爸爸媽媽一樣 來幫我們付學費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子回饋他們 跳舞給他們開心 就是因為 太子爺平常是這麼照顧大家 不怪當地的基民 都於身為太子爺的 信徒為驕傲 在大家的印象當中 太子爺在廟會的活動裡面 都是做人的先風冬比較多 由太子爺自己本身做煮水的機會 確實有更多 在我們外景農業這幾天 剛好是新贏太子爺 規返24年的平安料景外公 不怪整個太子爺地区 會這樣繞繞繞繞繞繞 全體總統圓啊 誒 總幹事 嗨 總幹事你好 總幹事沒看耶 你好 你那一層喔 對 為什麼現在廟墊這裡 搶三丁橋這樣 是要做什麼啊 三丁橋就是要在街邊 在街邊下來 他說邊在哪裡 是頭前那個紅部嗎 對 你說邊點紅部那個 誒 看起來的尺寸這麼大 怎麼有變得這麼大堂 沒有 總共的順序就是19歲就夠了 可以堪稱全台有一個高的 在街邊 因為我們的高貴 有幾百人的選擇 在街邊 到今年雄陽來 其實都會來上街邊沒有太多 但是有什麼要上街邊 你的用意是什麼啊 對 兩人堂一種的高興 以前在街邊來做街邊 誒 總幹事 有什麼機島來 哇 人家跟我算不算耶 那個人家在街邊要五百的 看起來 五百的 春季總統園喔 誒誒 你看 現在邊點這樣跳下來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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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邊上的茶都沒吃的 所以它堪稱全台最大的 你說這堆邊是沒吃的喔 是幾塊就這麼大了 這是不簡單的 你知道 how this is clean 這是沒簡單耶 那現在要找到太完整的 很難了耶 對啊 lí 誒 يع,剛剛我們要找地猜嘛 是 我不要說找到這麼完整的 很難 要找到這種大尺寸的牌匿 找不到耶 誒 好久所以剛才再剛都倡 演出習家說 這是全台灣第一桌 apare 一次變這樣 誒 喔 保佑 vert 保佑贏之 環井 保佑蜜 這是代表進食什麼意義啊 第一ą 所為有的 我們現在鄉北俗 大家都是平衡 是 因為我們台灣最早的 我們先上去這片片 我看那片 鞋子的形式好像跟一般的也不太一樣的 鞋子 鞋子的一般的片片 是都用鄉塞 好 我們這個片片是用鞋子 鞋子 來啊 來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看到展開是不是在偷懶 欸欸欸 你哪有的展開是不是 你偷懶要丟車板呢 保佑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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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代表一個什麼意義啊 第一點因為我們 我們這場地主 大家都平安是主義 是 所以我們台灣最早的 公約 我們先上去這片片 好 我看那片片 鞋子的形式好像跟一般的也不太一樣的 鞋子 鞋子的片片是都用鄉塞 我們這個片片是用鞋子 用鞋子 介紹我們鞋子 要讓我們這片片 請去台主委 請去 請去 算是嗎 替我們這次 蔡主婚的各位 年輕人 在這個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始 請去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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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經有云 保佑命之 自天生之 本意是指高尚優雅的君子 有光明美好的德性 因此上天保佑他 任用他 讓人民安居樂業 享受上天賜予的福祿 這意義深遠的四個字 其實就是太子爺 照顧信徒的最高宗旨 新營太子宮繞盡的這幾天 萬人空向的景象 印證著居民對太子爺的感恩與崇敬 熱鬧的鎮頭表演 更是將自己的心意 用最實際的行動來回報給神明 而在這一場 新營太子宮的繞盡中 最讓人期待的鎮頭之一 當然 就是以太子爺為主角的 電音三太子囉 來啊 來啊 我有看到三太子在偷懶 等一下 什麼 你怎麼三太子這樣偷懶 像溜舌版的 沒有啦 什麼偷懶 三太子都聽什麼 鳳輝輪 對 這是不是鳳輝輪的 這是怎麼想到的 有這種創新的方式 我們就想說 三太子是騎風火輪嘛 我們就想說 這鎮板看起來 兩天還很新風火輪耶 我們就說 這是一個創新 真的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三太子 可以打到那個鎮板 這樣丟起來 活靈活現耶 好酷喔 這樣來敗味道就對了 變得很靈活 對啊 但是打的舌板很爛耶 那個平衡感要很好耶 對啊 要學啊 我們平衡什麼學啊 像我 你現在七十公斤啊 那鎮板 鎮板要打下去 鎮板這樣加上去 都多快十公斤有了 對啊 沒有 但是地鎮板有很重 很重 還要打這樣 而且那個要平衡啊 而且那個真的不會的人喔 一下子就會跌倒了 對啊 聽到剛剛今天很辛苦的 一點就是說 因為現在喔 你看我們沒有 但地鎮板就很爛 就這樣 鎮板一直流 他們在那裡 這應該很好賣吧 很幸運 鎮板一直盪 補香的那個 爭氣油 哇 親愛的門燒鍋 你要知道說 這都整天了 我們到每一個都會 做一個表演 對啊 到每一個店 那個鎮板 我們要再重新再來 那個表演是 對啊 真的是很辛苦 對啊 一天就像廟這麼多間 都要表演中 我覺得除了小朋友 這樣很難接受之外 老人家看了也覺得很特別 重點是 生命看了也覺得很happy 對啊 了解 這種民宿活動 真的是我們台灣人 最可愛的認真美之一 譬如說 好參加電影三太主 這種的錠頭 我拍的表演 不只拿這種 受於生命的活動 中間和風采 也是所有的小朋友 最期待五六活動 這樣做一次 五六到新民和進度 不怪 太主要的董事 跳到哪裡 撲到聲 和笑聲 就跌到哪裡 不過這場 睽違24年的太主要的了解 其實 對當地的基民來說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儀式 一筆看老一 還給數人期待 來喔 阿嬤 有什麼我們的營餅 走到路口這裡 停下來 宋公町這樣 圍一圈 是要做什麼 我來去問一下 來去問一下 來去問一下 要去問一下 有什麼營餅 那個宋公町來到這裡 的時候 就弄下來 現在再扣一下 這樣很大 是要做什麼 這是樓口 有什麼營餅 有什麼營餅 走到路口這裡 停下來 宋公町這樣 圍一圈 要是要做什麼 我來去問一下 來去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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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營餅 那個宋公町來到這裡 的時候 就弄下來 現在再扣一下 這樣很大 是要做什麼 這是樓口 經過二十幾天 這個營餅 發生很多 是 所以說 你現在用我們這個營餅 跟我們開始說的 很大 要做這個樓口 要做這個桌子 要做這個桌子 這樣 是這樣桌子 桌子之後要 才會比較平安 是 我看你們泡嘛 最多耶 沒錯 就是要這次機會 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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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是啊 來 請問一下 那個 這個宋公 是我們菜主要專修嗎 是啊 對 是專修嗎 對 就是沒有要讓這個 檢渣者可以放進去 我甚至也不可以放進去 對 第一說 太主要跟他保重來這裡 輕輕地 看看一下 對 我們常常看到一個樓口 發生車的時候 一直 我們常常說的 什麼抓交替啊 或是幹嘛的 怕說會一直有那種事故發生 對 對 我們做這個儀式可以 就是 說市民 跟這裡的 動力的好兄 的好朋友來溝通一下 希望這裡 還有一些事情發生就對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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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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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很快 buyo 好 所以說 蝦牙 就這樣一直在走一直在走 走一個走一個 是 其實剛才看到這個氣溫 跟一般的聊天的時候 去到大街小巷 那種很熱鬧的感覺 其實完全不滿快 是啊 所以剛才蝦牙的動作 算是就是在一個溝通 是 在做一個溝通 而且現在 就是一些金座 來運動這裡的風險 就是要不要幫你 是心意啦 那也是希望我們現在這個路口 可以更平安 用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 路座這個技術 跟交通平安 其實根本也沒辦法 完全頂合啦 但是我們電腦 可以對這個路座 感受到太豬牙 對信仰進度的重要性 因為 對當地的基民來說 太豬牙在坐 不僅僅是這個路口的好兄弟 更加重要的 是要讓所有經過這些基民 一種心安的感受 因為基里頂一口平安了境 已經24年了 所以 大家都希望 可以得到這次的機會 讓自己 跟所有信用的心臉 幾乎無法接觸 這種心目中 對未來的所有的願望 透過平安了境的過程當中 驚託給太豬牙 好 大家很緊張 對 哥哥 你在這裡很緊張 你剛才也有菜這麼大嗎 對 對 暗渠館館啊 獎品啊 全部飲料自有 還有蛋豬汽水啦 玩具啦 還有奶水 跟廟牌一樣 我最近那幾歲 本船都是韓國跟蛋豬汽水的玩具 哦 所以一樣嘛 我們來去的太豬牙 沒有尋常擺 尋常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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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會贏 你那個大哥我看你很年輕 你很五星耶 這都是你家在用的忙嗎 是嗎 全部都是喔 對啊 那你也有參加那個鏡頭嗎 有啊 也有喔 對 長到你家的時候也會回來 這樣很緊張 再來繼續參與就好嗎 所以你從小的時候 爸爸媽媽都會帶你去太豬牙廟 去拜拜 對啊 從那麼年輕 其實真的都是在承接 這樣的一個文化跟使命 對 因為你跟你說 你也有參加那個鏡頭 對 所以怕也會帶你太豬牙廟 這樣出去的了解嗎 對啊 等一下 你們這些玩具啊 還有這些汽水啊 像拜託龍自己用 自己玩這樣對不對 沒有啦 我帶太豬牙廟的過來 我的旁邊太豬牙廟 太豬牙廟 你這麼好賞給我們太豬牙 對 太豬牙 那就給有小朋友 就是 喔 了解了了解 所以是其實就是這場區域的 對不對 對啊 欸 叫來啊 叫來啊 對啊 請你幫我盜棚一下 幫你盜棚一下 好 來來來 盜棚 快來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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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現在吼就是我們太豬牙的橋 現在我們在這裡 就跟他傳的獎品 要送給太主俠的獎品 現在就接著站在 給太主俠叫這裡送給太主俠 對啊 這裡現在傳的東西 其實是很多的 太主俠說 享用之後 其實也可以分享給其他 最重要的小朋友 這樣也是為社會 自己一個利的工作 將自己有的資源 藉由信仰為管道 分享給眾人 這是一種無私的愛 將社會的資源 運用廟宇為媒介 分享給地方 這是一種公不在己的愛 將台灣的美好 透過傳統文化的交流 分享給國外 這是一種 世界不再有隔閡的愛 很多人看廟會 這樣的傳統文化 只抗議套主的喧囂 卻忽略希望 藉由信仰 達到安定人心的心聲 只批評機身操保的動作 卻不曾細想 美的鮮血 帶給信徒 趨吉避凶的用意 只批評部分陣頭的紀律 卻沒看到傳統藝術 也是成為台灣之光的 重要管道 看到這裡 你和孩子 是不是也對自己國家的文化 又更多了一分的認同呢 還 бол 基本上 我走的主題 他們也做的補貝 讓我來出現你 是天空的空氣 北京 穷民族的劇 我做的主題 他也做的布米 是天空的步 analyse 啊 咱來變日記 是絕對沒心記 重心好台灣 重心愛台灣 重心好台灣 用心看台灣 雙腳踢在這 這是咱的名字 重心好台灣 重心愛台灣 重心好台灣 重心愛台灣 重心好台灣 重心看台灣 重心好台灣 重心 好 Staff 重心劃 重心好漂躺 重心好 重心好 重心